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非政府马来组织挑战 华晓跟淡晓违线的案件 在打了四年的官司之后 联邦法院昨天以2比1多数票裁定 驳回了伊斯兰教育发展理事会 还有马来作家协会 所提出的上诉申请 那这也意味着 高庭和上诉庭的判决得以为止 也就是华晓跟淡晓 使用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是符合联邦宪法的 由于联邦宪法是上诉的最后门槛 那换句话说 两个马来组织不得再就此案提出上诉 自我国独立以来 一个纠缠华教运动多年的课题 就是华晓及华文教育的地位 经常受到有心人的挑战 试图要消灭在这块土地上的华文教育 如今随着联邦法院拒绝发出上诉准令 给挑战华晓合法性的组织 那是否意味着 为华晓的羡负地位就镀上了金钻 从此将固若金汤 未来再也没有人可以试图走司法途径 去消灭华晓呢 前律师公会主席杨应波 接受八点最日报访问时表示 虽然联邦法院不允许提这个控方 再提出上诉 对方试图在法律上挑战华晓地位的方法 也已经用尽 但并不代表华晓的合法地位 不会再被挑起 从此就一劳永逸解决了问题 他表示 如果未来有其他非政府组织 要重新入兵法庭 那虽然不能再以同样的条款提出挑战 但却还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下手 不过他强调 由于联邦法院已经下令定论 所以过程会非常困难 华丹小为宪案再次迎来胜利 董总书理主席陈友信就形容 对华晓来说是个重要的进展 是个标杆性的裁决 他说 我国独立早期在1980年的独大案件 那当年联邦法院裁定 以华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违反联邦宪法 拒绝独大的创办 这给外界一个错误的印象 以为华文教育不能用华语来作为教学媒介语 然而联邦法院的这次判决就清楚表达了 独大案件跟这次的案件无关 并肯定了华语小的成立跟存在 受到联邦宪法的保障 因为华语小在独立以前就已经存在 因此符合联邦宪法第152条款 有权保留跟继续使用母语教学 副教育部长黄佳和在受访的时候也说 随着联邦法院驳回上诉准令 华语小违宪案已经尘埃落定 希望不会再看到任何的有心人士 在挑起这个课题 试图挑战原本就在独立以来 在宪法底下获得保障的华语小的地位 打了四年官司的华语小违宪案 终于划下据点 随着联邦法院三姿 昨天驳回两个非政府马来组织的上诉申请 前律师工会主席杨应波指出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裁决 意味着华语小弹小在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上 是受到保护 他表示虽然未来其他非政府组织 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 试图再度挑战华语小合法地位 但有了这个判决 他的过程会非常困难 虽然这个已经成了一个暂时的一个定局 但是任何人在将来呢 还是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去挑战华语小的地位 可是如果这样做的话 以后要挑战这个课题的人呢 就会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联邦法院已经有下了一个定论 当然以后的联邦法院 在法律上有可能可以推翻现在的联邦法院的判决 但是这种情况是少之又少的 既然法庭已经宣判 华诞小母语教学不违反宪法 以后如果再有人试图喊话 要关闭华语小消灭华语 那是否可以被视为藐视法庭判决 故意煽动种族情绪 甚至可能受到法律对付呢 杨应波表示 联邦宪法保障公众 享有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不能因为发表自身意见 就被控为藐视法庭 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 所以如果某一个人不同意 这法庭的看法 他当然可以说出他自己的看法 或者批评这个法庭最近的判决 这不代表说是藐视法庭 但是这个批评判决的同时 这个人也要接受说 这个已经是在马来西亚的最高的法院 已经做了一个判决 而这种判决呢 现在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的法律 董总署理主席陈有心认为 华晓的合法地位之所以受到有心人士挑战 试图消灭华晓存在 他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华晓近年发展蓬勃 有越来越多马来和印度家长 把孩子送到华晓 就读华晓的非华裔学生比例越来越高 让一些人感觉受到威胁 进而三番四次试图阻止华晓发展 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时候假如不来阻止 来从根本上来挑战我们的话 可能会越来越迟 因为更多的包括马来族土著的学生 进到华文教育 得到中华文化的讯讨 了解华文教育的对国家的有利 跟它并没有种族的色彩 那么可能他们觉得长期地点不利 所以这一次他们是轻全力地团结起来 来挑战我们 而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受访时表示 联邦法院昨天做出了非常正确的判决 既然最高法院已经做出判决 他希望今后不再有人挑起 废除多元流教育的言论 或试图再挑战华晓的地位 华晓晓的这个地位 是在宪法里面获得这个保障 这个是无用质疑的一个地位 但是当然既然在2018 2019年的时候 有极端的这个团体把案件带上法庭过后 法庭也再一次奠定了华晓晓的这个地位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期待着 当然华晓晓在这个马来西亚 多元文化多元原流教育的这个体系里面 在未来将会继续的这个存在 随着联邦法院做出判决 那华晓地位在宪法上 应该已经有了明确的诠释 但是董总书理主席陈有信就提醒 这不代表华晓发展在未来的路上 已经一帆风顺 随着华晓的前路依然面临其他挑战 那比如华晓失资短缺的问题 就一直困扰华晓 以及教师的素质也会直接影响华晓的发展 华晓接下来是要思考及解决的 是如何提供素质教育 增加对家长的吸引力 这些都是华晓要持续关注的重要部分 至少的基础